好我们开始上课 下面呢我们进入这个第一章 第十小节 必须尖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那么这个地方首先得记一下 我们第十小节所讲的所有的性质与结论 必须在两个条件下 第一什么条件 必须尖上 第二什么连续函数 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你得是必须尖 你还得是连续 那才有如下的好几个定理 好几条性质 两个条件缺一 这些性质和结论都不一定在成立了 比如第一个性质 叫有介性与最大值最小的定理 看书 六十七页的定理一 说如果函数在B区间连续 都是这句话 B区间连续 那么函数在B区间上将有介 一有介 第一件事情有介 第二件事情 能取到最大值最小值 这是个道理 那如果这个函数不满足这个条件的 如果不是在B区间上连续 你不一定有介 你比如谁呀 你比如咱们举这个例子 Fx 当于x分之1 在01的开区间 那就想 它在这个开区间是连续呀 什么内部都连续呀 但怎么样 但无介 是不是越接近原点 函数值越大 是不无介 再比如 大家看 这个图形 比如我们给大家画一张图 这个假如说叫Fx 假如叫做x分之1 还叫x分之1吧 好 那这个地方呢 假如叫一二区间 那你想一二区间内部 是不是也连续呀 也连续 它是不是也有介呀 它有介 但是它有没有最大值最小值呀 大家想 那你想一想 它的图形怎么画 这个地方 哦 这是Y 这个地方呢 假如说这是x轴 这是原点 这是1 这是2 它是一个双曲线 对吧 但是这个地方呢 抠掉什么呀 它要给它抠掉这个地方 这也得抠掉 对吧 它是这样的图形 它取不到呀 那你发现 它这个地方有介 它是有介 但是有没有最大的最小值呀 没有 它没有最大最小呀 没有最大的大M和谁 最小的小M 有介 可是没最大最小 你说最小是谁呀 最小是1 最小是1分之1 不是 1分之1取不到 它取不到1分之1的 对不对 你如果是B曲间 我能取到1分之1 对吧 所以你看这叫什么呀 这叫能取到最大的最小值 B曲间能取到 开曲间取不到 你有介 可是你取不到最大最小 是不是个道理呀 所以你看这件事情 B曲间连续 两个条件 全一不可 你如果是开曲间连续 你不一定有介 你也不一定能取到最大最小 是不是个道理呀 你看我们书上 67页 有一个注意这件事情 就说这个道理 如果函数在开曲间连续 或者有B曲间有间断点 函数不一定有介 也不一定能够达到最大最小 对吧 你取不到呀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定理 再往下第二个 翻过来 定理啊 叫零点定理 它到后面 我们用的很多 什么定理呢 如果函数在B曲间这连续 并且两个端点相称小义零 是不是一号呀 一正一复一复一正 那么至少有一个点 只要两个端点乘积小义零 那么中间一定有一个点 这个点的值刚好取到谁 刚好取到零啊 这个定理我们同样不正 书上有这个几何直观 你看一下图 42这个图 再往下来 第三个更一般的定理 叫戒指定理 如果函数在B曲间这连续 两个端点不相等 两个端点不相等 那么有个结论 对于两个端点之间的 任何一个数 我都能够干什么 我都能够取得到 戒指 介于两个端点之间的 每一个数 我都能够取得到呀 这件事情 好 这里面书上的三大定理 一个是有戒性 以罪之定理 一个是零点定理 一个是戒指定理 尤其是零点定理 将来我们用的是最多的 好 定理我们记下来 书上的几个直观 看一下就行了 证明都不要求 那么下面我们就看 围绕这几个定理 怎么考大家 比如看68页的利益 证明方程在区间内 至少有一个根 那你想一想 要想说方程有根 我们把它看作一个函数 fx 等于x的三次方 再减个4x的平方 再加个1 那我们可以想到 用零点定理 由于端点f0 那你想端点f0 等于什么 f0是不是零 减零加一 等于1 f0大于零 然后呢 右端点是多少 右端点f1 那f1呢 是等于这个负2 小于零 一正一负 根据零点定理 一定推 一定推存在 其实至少 一定推 至少存在着一个可塞 是不是属于零到一 使得什么情况发生了 是不是使得fx等于零吧 就相当于可塞就是什么呀 是不是可塞就是 我方程的一个根吧 到底是谁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你肯定是有一个根的 对不对 这就是零点定理 这样回答的 好 这是我们回答的 关于零点定理 当然 对零点定理呢 其实我们应该做一个外言 做一个更一般的说法 零点定理是在B区间连续 两个端点成绩一号 对不对 其实这件事情 可以推广 它可以推广 比如可以推广到谁呢 那你比如 我可以这样去写 第一件事情 如果我把它推广到谁呢 我说函数fx 如果你把B区间 把B区间ab换成谁 如果能换成开区间的话 如果换成开区间的话 那得检查什么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得把条件检查一下 得把FA称FB小雨林 改成谁 要改成A点的左右极限 要改成A点的右极限 和B点的左极限 如果咱们两个一号 也可以 这是第一个推广 将B区间 换成开区间 那就检查左右极限 并且这里面 且小A可以取谁 小A可以取富无穷 且小A那可以是富无穷 小B也可以是谁呢 小B也可以是正无穷 这叫推广的零点定理 当然也可以怎么写呀 那也可以这样写 你比如怎么办 把B区间A到B换成什么 换成左边B 然后呢 右边开 这一个道理 那这样的话就指的什么呀 仍然是检查这个端点FA和谁 和极限B和B点的左极限 是不是看你们是不是一号 这个道理哈 那当然也可以干什么呀 那当然是不是也可以推广到 另外一个这种情况吧 是不是左边开右边B吧 对吧 这些都是零点定理 都是零点定理的推广协法 总之一句话 它背定非得是B区间上 背零点定理 开区间也可以 也不一定是有限区间 无穷区间也可以 记住一句话 如果是能取端点 就算端点 如果取不到端点 算什么 算极限 可以用极限去代替这个端点哈 所以是指的这件事情啊 这是推广的形式哈 等等 它还有各种形式的推广 都可以 但是一个本质的道理就是谁呀 把函数值改成极限值 对不对 两个端点的函数值一号 就改成极限值一号 那都是能说明你有根的 这在将来我们也会直接用 直接用这些东西哈 推广的论定理 你比如这个地方 哦 它写的是零一区间 我改成谁 我不要零一区间 我改成 比如说 我改成这个负无穷 负无穷到正无穷 我说这个区间有根 那怎么办呀 那你就不能算这个了 那就干什么呀 那就这样来写了 由于F负无穷 认为是左端点 这指的是什么呀 这指的是极限负无穷哈 X的取负无穷 FX 等于多少 那明显 X的取负无穷的话 这个地方等于多少 等于负无穷 负无穷认为就比零小 好 并且 再来F正无穷 F正无穷 指的是极限正无穷 叫Lamit X 极限正无穷 那正无穷 明显等于正无穷 正无穷怎么样 大于零 那一正一复 中间还是有一个根呀 这是推广的零点定理 这样来看的哈 要去算极限 算极限 那认为负无穷也是比零小 正无穷也是比零大 所以又出现什么呀 两个端点是一号的 中间也有根呀 就这个道理嘛 比如在后面的习题 七十页 七十页的这个第四个习题 便是这种规律 七十页第四个习题 让你证明 最高次密指数为基数的代数方程 一定有个根 哪里有根 是不是就是在这个范围呀 是不是在负无穷到正无穷啊 大家看这是几次方 是不是三次方 是不是一个基数 是不是基次密呀 其实这是个定理哈 一个基本的事实 基次密的方程 基次密的方程 是一定有根的 为什么呀 道理很简单嘛 因为基次密 你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正符号 由最高次密说了算呀 你比如F负无穷 那负无穷这个点肯定是多少 那肯定是等于负无穷的 因为次密是基次密 对吧 你比如十次密 这个十一次密 负无穷的十一次密 那是不是还是负的呀 基次密还是负数呀 负数的基次密还是负的 所以负无穷肯定是负无穷 然后正无穷呢 正无穷肯定是正无穷啊 那肯定是这个道理呀 所以负无穷比零小 正无穷比零的 你肯定有根呀 对吧 所以基次密的方程 肯定是有根的 这个地方是显然的呀 好 翻到这个六十 当然六十九页的第三个标题 一致连续性滑掉 打星号 这个地方不要 考研不考一致连续性 竞赛会涉及到 六十九页第三个标题 一致连续性 包括七十页定理四都删掉 不要 我们只要前面两个块 然后翻过来 七十页第十 习题一杠十 第六个题目 咱们去看一下 第六题 说函数在B区间A到B上 任意两个点XY 任意两个点XY 都有什么呢 都有FX 减FXY 任意两点 横有FX减FY 绝对值 小义等于L倍的 X减Y的绝对值 其中L为正常数 并且两个端点乘积一号 让你证明 中间一定有个点取到了0 大家看 这么明显就是零点定理吗 零点定理不就是说 两个端点一号 中间是个零吗 但是你别忘了 零点定理有个大前提 是不是函数得在B区间干什么 是不是函数得在B区间上 连续才行吧 所以这个题说来说去 你只要能给我说清 我这个函数 在B区间上连续 自动满足这个定理 对不对 所以转化成证明函数连续 那么怎么连续 大家可以这样想 你比如说 我们如何来证明 函数是连续函数 连续型 是不是通过一个点定义的 如果每个点都连续 是不是函数在整个区间都连续 比如我们这里面呢 把X我们这样来看看 我们认一区两个点 认取X和X0 属于这个整个区间A到B 我们认取两个点 认取两个点 那则按照那个等值有谁 则是不是这样去写 FX再减FX0 它的绝对值 干什么呢 是不是将小一等于L倍的绝对值 是不是X再减个X0吧 对不对 然后干什么呀 然后来两端 是不是取极限 两端取个极限 好 那就是另X干什么 我们令X趋向于X0 令X趋向于X0 取极限 取个极限 那么大家想一想 如果取极限的话 那么右端的极限是多少 X的减X0 你X的趋向于X0 这个地方极限是多少呀 极限是0 对吧 取极限则会得出谁呀 会得出 因为绝对值干什么呢 绝对值是不是天生大一等于0吧 对吧 你这个地方 待会取极限 极限是0 你是0 我又大一等于0 所以按照谁呀 按照夹比准则 是不是按照夹比准则会得出 左端极限是0吧 那么左端极限是0 你可别忘了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数 对吧 那就说明 我这个FX 以谁为极限 那就这就说明 我的FX 将以FX0为极限 对不对 这就说明是这样 也极 Limit X 趋向于X0 FX 极限就是谁呀 是不是极限就是这个FX0 你看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什么 是不是极限 这等于函数值吧 所以说明F在这个点连续 那说明什么呢 这就说明了我的FX 又由于 又由于 X0 具有什么 具有 具有任意性 X0是不随便选的呀 具有任意性 这点别忘了 它是随便选的任意性 我们看 是不是任意的两个点吧 随便选的 由于它有任意性 所以推 那则 说明我的函数FX 是不是在 区间A到B上 每个点都连续吧 所以它在整个区间上 就是连续 整个区间连续 又因为 FA乘以FB 是不是小雨林啊 那所以 根据零点定理 一定存在着一个 可塞 属于A到B 使得 我的F可塞 去到了零 说完了 这就证出来了 这就是什么呀 考大家证连续性 这个话题哈 所以 要想方设法去说 函数在B区间上连续 B区间上连续 两个端点一号 那中间肯定有个根呀 所以 前半段 涉及到连续性 你要想 连不连续 是通过一个点定义的 如果每个点都连续 那不就是整个区间都连续了吗 对吧 那连续就是什么呀 就是极限值 等于函数值 我的极限等于我的函数 我就连续了 对吧 这就证完了 所以这个题目哈 要会分析这个题目啊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证明题 然后来 第三个证明题 这个题 重点题 不但要会做 而且要把它背下来 这个题在书上 就是七十页 习题一杠十 第七个题目 打新了 重点题哈 重点题 来看 说Fx在富无穷到正无穷内连续 并且有极限 为函数 有没有借 现在是说什么 是不是开区间连续呀 我们说过 如果是B区间连续 一定有借 开区间连续呢 不一定有借 你懂得对不对 这个题让你证了 开区间连续 并且有极限 是不是就有借了 这一条是书上的题目 我给你写一个更一般的结论 这个结论更好用 我讲更一般的结论 这个讲完 书上的题 自动就会做了 比如什么结论 假如函数在开区间的连续 F在开区间连续 你想一想 开区间连续 不一定有借 干什么 多加一句话 并且两个端点极限都存在 不必相等 不必相等 两个端点都有极限 证明 这个函数在整个区间 一定有借 注意 这个地方 A可以是什么 小A可以是有限数 也可以是负无穷 同理对B 所以我这个结论 是包含着这个题的 来我们证一下 为什么有这个结论 为什么有 我们这样来分析一下 大家看 Limit X取A正 F X 那么这个地方有极限 比如说它等于A 它的极限存在 我们在前文讲过 有极限 是不是就有界 你有极限 所以帮我推 帮我推 X取A正时 X去向于A正的过程中 我的函数都怎么样 我的函数是不是都是有界的 来回答 X去向于A正 是指的哪些X 再来一次 那Limit X取B负 左边 这个它也有极限 极限叫B 假如说存在 好 推 是不是 X趋向于B负的过程中 我函数依然是有界的吧 好 来找 X趋向于B负 是指的哪些X 好 有界 有界 来 我们画图 用图来示意 这是X的周 这是咱们的A点 假如说 这是端点A 这是端点B 两个端点开区间 来 回想 X取A正 指的哪里来 X取A正 咱们前面讲过 X取A正 是不是指的是 以A为中心 往右边去画个小区间 叫A加Δ1 是不是这一段呀 这一段就是这个X 对不对 所以表明 函数 是不是在左边这个小区间内 是有界的吧 再来 X取B负是哪里 是不是以B为中心 往左边 是不是在画一个小区间吧 叫做B-Δ2 是不是这个小区间 那表明 是不是函数在这一段 也有界吧 然后大家再看 那么这个点和这个点 二者之间又能组成什么区间 咱们两个组成什么区间 这个点和这个点 你看看 这个点和这个点 二者之间 是不是组成一种B区间吧 是不是B区间呀 快乐是B区间呀 那你想看 我的函数是在整个区间连续 整个区间连续 所以函数在内部 是不是肯定连续呀 所以在这一段也连续 而这一段是一个B区间 对吧 这是个B区间 那么B区间肯定怎么样 是不是有界呀 所以你发现 函数是不是在这三段都有界吧 两头因为有极限 因为有极限 所以有界 中间是B区间也有界 对吧 于是我这个函数 在整个区间 都是三段都有界 那么三段都有界 立即推 推 我整个函数Fx 在哪里呀 是不是在开区间 A到B上 开区间 A到B内 如何 是不是有界呀 这不就证完了吗 所以很简单呀 用这个定理呀 那你再比如 那如果是无穷远处怎么办 无穷远处 大家想看这是X的周 这是圆点 好 找个分界点 这是负的大X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不正的大X呀 那就想 哦 无穷远处有极限 是不是这一段有界 对不对 这一段 是不是指的是X达到正无穷吧 好 那么这一段呢 这一段如果有极限 是不是指的X达到负无穷吧 对不对 那你看 两边都有界 中间是什么区间 中间 回答 中间 是不是形成一种所谓的B区间吧 那B区间有界 所以你看 如果两图都有极限 是不是也回答 我的函数 在整个区间 负无穷到正无穷内 将有界了吧 这不有界吗 证完了 就是考大家那个局部有界性和这个B区间连续函数B有界吗 所以很容易证明 所以这个定理哈 以后要学着用 怎么办呢 以后人家问你函数在开区间有界没界 怎么回答 检查两个端点 两个端点有极限 你就是有界的 对不对 左端点有极限 右端点有极限 回答整个区间就有极限 这才是考研的重点 这一个地方哈 考研喜欢考开区间 不喜欢考B区间 B区间简单都会做 对不对 所以你看哈 这个区间可以是有限区间 也可以是无穷远的区间 都可以哈 都可以 所以你应该把我屏幕上 我这个更一般的结论 要记一下 你书上这个题是个特例哈 是个特例 所以这个更一般的结论 它很关键哈 学着用一下 就这个东西哈 函数在开区间内连续 两个端点有极限 不必相等 立即推 整个区间有界 这里面左右端点 可以是一个数 也可以是傅无穷 和正无穷 都能够办得到 好 这是我们回答的 这个定理的使用 那么这样 我们整个第一章 第十小节 将全部结束 然后来 留下这一小节的作业题 那么作业就是要把这个书上的内文 第一块和第二块读一下 例题做过了 那么要做习题 就是这个一百 这个七十页 七十页的习题 那么从一一直做到这个前面的五题哈 一到五 因为六七我给你讲了哈 真的就是习题一到这个六 一到五哈 习题一到习题五 把它做一下 六七讲过了 八不做 然后整个总习题 还有一个作业 作业总习题一 那就是七十页到这个七十 到这个七十二页 这些题要好好做 其中我也写过 哪些题不要呢 第四题不要 然后呢 第六题不要 四六 然后呢 第七题不要 然后呢 第八题不要 其他的题目都好好做 所以把第四题 第六题 第七题 第八题 把这四个题删掉 这四个题是不做的哈 这四个题不做 其他的题都要做哈 总习题一定要认真做 这都是经典的立题和习题 这个话题哈 好 那么这样 我们整个第一章 函数极限和连续 十小节 帮大家彻底梳理清楚了 每一小节 我都是带着大家做的 内文和立题和习题 以及作业题 那么希望大家 抓紧时间 对照着我们的这个讲解 把教材第一章 全部结束 好 我们第一章到此结束 简单休息下 我们再进入第二章 导数和维分